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甚至于还在不断长大的虎,已是凤毛麟角 位于天山脚下的赛里木湖便是这样一个典型寒历 它刚好处在大西洋暖湿气流所能到达的最南端区 由暖流所带来的降水供给 也因此被吸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除此之外,赛里木湖还有附近高山冰雪融化的雪水供给 蒸发与蜃楼所损失的水分 与降与冰雪融化所带来的水分相比 根本微不足道 因此湖中的水量每年都在增加 湖泊面积也在不断地长大 赛里木湖水面澄澈如镜 但却因为常年酷寒的原因 这里缺少生命的气息 生物类型极为稀少 很难想象 在这一片面积约为西湖70倍大的广阔水域 竟然没有一条原生的雨 不过近年来 人们向湖中引进了一些耐低温的外地雨种 为这里增添了一些生气 冷水鱼的培养获得了很大成功 在拉动了赛里木湖周边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完善了湖中的生物链 为改善湖泊生态环境做出了贡献 赛里木湖在不断长大的同时 也在不断变美 湖面那层次变换不定的冰蓝色彩 湖畔广阔的草原景观 以及环绕四周的奇俊的冰山 都是令人流连忘返的美丽风光 如果有机会到赛里木湖旅行 可一定不要错过 不仅能将万千美景尽收眼底 还能品尝到作为纯正的冷水鱼哦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 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